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所以在这边把车停好 就可以往山里面走 这里是平溪古道的登山口 在登山口,你可以看到有一条溪 然后呢,有一条桥 这就是平溪古道的登山口 从这里开始往平溪古道走 接下来开始就是平坦的道路 不用担心 这个是第一段溯溪的 第一段溯溪的挑战 这个比较广 所以这个就是要穿雨鞋 否则如果穿布鞋 就撕掉 这一段是小灯性比较低的第一段溯溪哦 可以看到一个平溪古道的一个石碑 这里是第二段溯溪 这里是第二段溯溪 这里比较难度比较高 所以呢 就会有绳子的辅助 不过这里应该 走 在石头上还是不会碰到水 所以还不是挑战很高的路段 听说后面还有一段更难的 开始享受 溯溪的热趣 开始享受溯溪的热气 嗯 嗯 恭喜 今天 这里呢 就是 可以看到桂山岛 目的地到了 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桂山岛 观景平台 从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桂山岛 就是观景平台 刚刚的幸福都有代价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桂山岛 非常 realizar 这个桂山岛 它不会被摇倒 如果你要到溯溪的话 要從這裡往下走 就可以挑戰塑溪回去的路 我們現在來到溪底 我們就開始要塑溪 回到沿點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旅行 趴山上來,塑溪回去 塑溪呢,就是沿著這個溪 一直往下走 就可以到我們出發的沿點 塑溪的鞋 還有一支燈,要記得穿短褲 然後塑溪呢 那個短褲,然後塑溪鞋 一個登山杖 我們這一次呢,忘了登山杖 就用雨傘代替 這樣一直沿著溪走回沿點 很好玩哦 塑溪很好玩哦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旅程 不只有爬山哦 還可以溯溪回去,真好玩耶 蟬蟬小溪 可以坐在石頭上 吃個野餐飯糰 人生的一大享受哦 我們就選擇了這個點 在這邊野餐 吃飯糰 人生一大享受 清澈的溪水 而且這邊還可以泡澡哦 然後椅呢,還可以搓你的香港腳 所以從這裡沿路就走回去 就到我們的沿點 在這裡 清澈的溪水 很涼快哦 這邊的一個點 剛好有樹木 可以拍網美照哦 就是溯溪的體驗 回去的時候呢 就沿著路上去一直走回去 是人生很難得很難得的一種體驗哦 這是溯溪比較平坦的 腳層會比較快 蠻不錯的 所以它有困難的段 也有比較簡單的段 這一段算是 比較簡單的溯溪路段 風飄逸的松樹 猜猜這是什麼 我們繼續 溯溪回到 蘇花點 就是溯溪的 終點 回來的終點 然後這邊呢 就是一個交叉口 所以我們剛剛就從這裡 一路登山上去 走山路 然後到達 看龜山島的平台以後 就開始往右邊切 切到這個水路 就從這個水路沿路走下來 就可以到這裡 很棒很棒的一個路程 非常非常非常棒 值得大家來體驗 很開心 要維持人 立刻的熱海 快到了 情節 平均 歡迎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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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